嗨,大家好,我是终于是李思音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一道保护我们小心肝的茶饮 红糟养肝肠 现代人普遍的生活压力都非常的大 需要熬夜加班,应酬喝酒 那常常在不知不觉着做了许多伤害我们小心肝的事情 那到底平常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心肝宝贝呢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的红糟养肝肠 其实非常的方便准备哦 只要准备大概6颗左右的红枣跟6颗左右的黑枣 那准备大概700细细的热水 做法很简单,请你把红枣洗净之后呢 像我这样子把它捏水,把它的纸子取出来 为什么不要它的纸子呢 因为熬夜很容易就会上火 很容易口气中了或口破 如果这时候你把红枣黑枣拿下去煮 可是续部把纸子拿出来煮很容易会加重我们这种伤口的现象哦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纸子这样子捏碎取出来 而一方面在你这样捏碎这种红枣的过程之中 它可以增加它与水分的接触 有助于它的药效的释出 然后再方面纸子取出之后 也比较不会容易上火 比较不会容易口破 那黑枣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捏碎取出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全部都整理好之后 把所有的红枣跟黑枣 丢到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热血里 稍微用大火煮开之后呢 用小火 就是最小的火 大家再煮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趁热可以倒入自己的保温杯 它就是你一整天的活力引导来源了 又健开又养生 加上我们的红枣黑枣里面 经我们的中文药大学研究证实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分 叫做三体类化合物 它有助于肝脏细胞的修复 对于像这种啊 曾经感染过肝炎的患者啦 或者常常需要熬夜啊 应酬的朋友们 它真的是一道您最好的平坦的养生草